它是传说中的神奇仙草 吸引着无数人冒着危险寻找 又到了人生成熟的季节 村民们是否能够找到梦寐以求的珍宝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人生传奇 农历七月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 迎来了一年中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 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 八十四岁的于心让老人将徒弟们召集到家中 商量到哪片山上拔人身 上山拔身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每次出发前大家都要聚在一起 将可能遇到的情况判断清楚后才会出门 每当这个时候家庭主妇就会燃起炉灶 开始烙山东大尖壁 山东煎饼源于泰山 原料以五股杂粮为主 加工后可以存放好几个月不坏 带着这唯一的食品 他们的家人将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程 当地人把这种行为称作放山 放山也叫挖棒锤 是东北地区进山才挖野生人参的专有名词 由于大部分挖棒锤的人 都是明末清初闯关东的山东人后裔 带煎饼上山也就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 闯关东是清朝才兴起的一个专有名词 关东就是山海关以东的地方 之所以要闯 是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严谨出关 在禁止出关的法令中 有一项最严厉的就是禁止出关采生 当时山深的年产量不到五千克 只有立了大功的臣子才能得到风声 因此价值连城 清朝初年天花流行 自于正在被瘟疫折磨的数百万灾民来说 人参是救命的稻草 却被显观阻隔渴望不可及 光脉的蓝天和黑土地吸引着他们 但是更具诱惑的是原始森林中神秘的宝藏 人参 于是在中国的东北九 无数人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种植物上 汇集进万人的采生热潮开始了 创关东由此开启了东亚地区 人类拓荒的新时代 于心让老人21岁从山东来到这里 至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在当地人眼中 参与放山是一个男人勇敢的标志 茫茫民害 瘴气弥漫 野兽横行 遍不危险 因此 放山是对一个人的胆量 智慧 体能 乃至道德的考验 放山是一种拉网式的招生过程 由于人生常常与杂草混在一起 在森林中极不容易辨认 因此 于心让老人带着徒弟 每人拿着一根木棍边走边找 速度十分缓慢 要想在地矮茂密的草丛中找到珍贵的人生 老靶头的经验至关重要 靶头是对经验丰富的放山人的尊称 于心让老人就是这伙人的靶头 靶头的主要职责是观山景 也就是通过对周边环境的观察 判断到哪片林子寻找人参 人参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植物 每年农历七月 人参子成熟变红厚 放山人才容易把人参与杂草区分出来 由于历代政府都将采挖人参 视为违法活动 人们只能偷偷结伴上山 用一些别人听不懂的黑话进行交流 他们把人参称为棒锤 挖人参则叫放山 每年的这个季节 东北长白山的原始林区 到处都可以看到背着包裹的放山人 他们走进茂密的原始森林 冒着生命危险 寻找着心目中神奇的百草之王 人参 人参珍贵难命 放山危险重重 放山人需要得到护友 最初由于敬畏老虎 把老虎奉为山神爷 清代以后 保护神的角色 就落在了一个从山东来跋身 最后死在丛林里的老把头 孙良的身上 就这样孝敬父母 注重兄弟情谊的孙良 便由人演化为神 成为了历代放山人的精神之助 人参是多年生草本职务 投足俱备 酷似人形 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赋予许多神奇色彩 在数百年的放山过程中 出于对百草之王的崇拜 放山人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山规习俗 放山既会出现双树 因为两个人容易建材起义 不安全 而四又与死谐音不吉利 因此 晋山讲究去与丹回双 晋山时 组成三到五个人的丹邦 回来时 加上人参 就形成了双树 此时的长白山天高云淡 老把头带着徒弟们正在林中排成一队仔细搜寻 经过一万年的繁衍生息 人参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自我保护体系 老把头和徒弟们要想在杂草丛生的森林中 找到人参 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 有时还要靠运气 人参是地球上仅存的新生代第三季 结疑之物之一 在经历过地质气候变迁导致的大规模物种灭绝之后 仅在极小的范围内遗存 目前人参主要分布在北纬33度至48度之间 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 人们意外地发现了 居心三千五百多年前 殷商时代的象形文字 身 这个字为上下结构 上部是人参地上的经验 并有三个人参子的典型特征 而古代以三代表多数 下半部是具有双腿脉部的人形 代表人参的根 两千多年前 五国中原地区为亚热带半湿润气候 银商时期 中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正是人参生长的绝佳环境 随着封建王朝的更迭 中原地区的农耕渔猎活动加剧 而统治者对豪华宫殿 用具的追求 导致森林面积锐减 当1590年 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 对中原地区人参资源的技术 已成为古有人参而后绝 随着中原地区的人参资源 逐渐灭绝 残存下来的人参资源 追随着环境改变的脚步 逐渐向北 迁移到东北地区 最终停留在了长白山一带 对年事已高的于心让老人来说 尽管森林中生长着许多震宝 但发现野生人参的机会实在是凤毛麟角 这片被叫做大林海的原始森林 早已经被数以半计的寻宝人梳理了上千遍 除了树干上没有踩身人的脚印 几乎每一寸山林都被搜寻过 当最后一抹西洋从森林中消失 老把头和徒弟们依然一无所获 他只好召集徒弟们在被封的山坳里选好地点 打窝棚 用树干打好架子后 上面扇上树皮防雨 里面再铺上树枝和树皮 就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夜幕降临 深宵的森林渐渐安静下来 老把头默默地坐在篝火旁 期待着明天能够有所收获 清晨林中的鸟鸣将老把头和他的徒弟唤醒 吃过从家里带来的山东尖笔 老把头和徒弟们又带着希望 进了山 长白山是亚洲东部 包存最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 这里浓缩了从中温代到北极寒代的植物 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 为人生营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而这种对气候环境极为苛刻的要求 是由人生一个显为人知的生理缺陷决定的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人生 之所以生活在低温少光的真阔叶混焦林中 是因为叶面上没有吸收阳光的气孔和栅栏组织 无法保留水分 当直射光过于强烈或气温高于32摄氏度 野山深的叶子就会因灼伤而枯死 因此人生需要生长在由桥木灌木和杂草组成的真阔叶混焦林中 让高中低三层树种形成的自然屏障 既能够为它遮挡强光 又能够在散射光的照射下完成光合作用 中午在山上搜寻了一上午的老把头 眼看找身无望 用手中的木棍敲击树干 准备召集徒弟们吃饭休息 突然一声惊喜的呼喊 打破了山林的沉寂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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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皮 开了 放锤是指发现了人参 什么货是询问人参的生长年头 四皮叶是对人参状态的描述 年头短的人参由三片小叶构成 俗称三花子 年头长的由五片叶构成 叫马掌子 如果年头再长 金叶就会分叉 四个叉就叫四皮叶 四皮叶也就意味着 这是一颗生长年头 比较长的人参 把开表面扶植筒 老把头初步判断 这颗人参的生长年限 应该在二十年以上 他立刻让徒弟拿来红绳 先把这颗人参锁上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 长得酷似人形的人参 也同样具有逃逸的本领 一旦遇到危险 就会立刻消失在临海中 于是 放山人就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办法 用红绳子把刚发现的人参记住 徒弟赵炳林用坠着两个铜前的红绳 将人参露出地面的主根记住 然后固定在用树枝搭好的架子上 行画叫锁棒锤 野山参在缓慢的生长过程中 除了要经受暴雨冰雪等自然灾害的侵袭 还要遭遇虫吃鼠咬 野兽践踏等意外伤害 一旦遇到外来伤害 人参就会将露出地面的荆叶脱落 进入休眠状态 将野山参从土里挖出来 比在山上找身更加困难 需要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 老把头仔细查看了人参露出地面部分 再根据周围的自然环境 决定采拔方法 徒弟们迅速在老把头的上风头 点燃了一堆火 长白山蚊虫以凶狠著称 被钉过后又痛又痒 树枝燃烧产生的浓烟 既可以驱蚊虫 也能够防止野兽牵起 选好采挖角度 老把头将茧子 露骨针等工具拿出来 小心翼翼地开始工作 老把头先剪断蚌垂周边的树根 再用露骨针往下挖 露骨针是挖身的专用工具 因为露骨韧性好 不会伤到人参的根须 挖人参是个细致活 老把头用露骨针 挑出人参的细小根须 确保每一根身须 不受损伤或折断 否则会破损跑江 导致售架大打折扣 因为野山参品相的好坏 生长环境的优劣 直接关系到 飙效的高低 人们之所以把人参 称为百草之王 主要是因为 它神奇的药用功效 三个小时过去了 野山参的炉头 已经露出来 每年秋季 人参地上的金叶脱落 就在根筋上 留下一个筋痕 筋痕随着森林的增长 而逐年增加 有经验的挖山人 根据炉头形态 就可以分辨出 野山参的年份 根据炉头形态 老把头判断 今天的这只野山参 已经五十多岁了 能够挖到 这么大的野山参 不仅意味着 会有上万元的收入 更是大自然 对自己的垂青和眷顾 一旁的徒弟 已经在林中 采集回了苔藓和花树皮 准备包身 苔藓柔软潮湿 用来包裹人参 可以保证几个月 不流失水分 五个小时后 老把头终于将这只 在长白山主峰上 生长了半个多世纪的野山参 毫发无损地 捧出黑土地 就在老把头将人参 放到苔藓中 打包的同时 徒弟在旁边的白花树上 用斧头刻下 发现人参的年头 人数 已被后人参考 在长白山的森林中 这种由放山人留下的兆头 随处可见 在这种半仪式化的劳作中 放山人一直信守 挖大留小的原则 老把头按照规矩 把身子拨洒到 发现这颗人参的土地中 经过两个冬天 人参子就能够长出幼苗 在长白山临海中 继续繁衍生息 如今附近的山上 都修起了公路 进山挖身 已经不像过去那样 动辄就要走上好几天 但老把头的担忧 却与日俱赠 一些年轻人 不再需要老把头带领 经常独自进山 几百年来 留下来的老规矩 自然也就 没人再遵守 这种粘草除根的采挖方式 在老人眼里 无疑是在吃子孙饭 断了野山生的活路 这种大肆采挖导致的直接后果 是长白山野山生资源 日渐稀少 在随后的放山过程中 老把头发现了其他人 打拐子留下的痕迹 打拐子是放山人 在找身的过程中 一边走 一边将只折断 做个记号 以免迷路 按照规矩 一旦发现有人也在这座山上 就要转移到另外的山上 尽管一些老规矩 已经不再被重视 老把头依然决定 带着徒弟们离开 回到窝泡 老把头将煎饼 盐 柴火 等生活用品 尽数留下 这是为上山迷路 或遇到困难的人 准备的应急物品 下山途中 大家遇到了一只 年头比较短的野山深 老把头没有让徒弟们 把它挖出来 而是留在山上 继续繁衍 62个科学实验与魔术 起来94个受试对象 中国人群中的认知心理 与社会心理实验 大脑轨迹 近期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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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